很多人已經今天在講說什麼 我已經要去 要離職去日本滑雪 開除老闆 不拿年中 年中自己賺 并以為這些是玩笑話 因為比特幣從十月初的六萬九美元 直線狂飆 十一號不只衝破八萬大關 短短二十四小時內 又離九萬關卡只差一步之遙 讓不少必宣投資人資產放飛 像稅 稅在很短的時間內 從零點五翻到三塊錢 六倍 它就是短短的三個月 大概是十到十五八 就是在這個六日一三天 可能最低也是買在可能五萬左右 這樣 所以就是五萬多 然後這樣一直慢慢買上來 這波漲勢確實蠻凶狠的 但就是有點怕高 就連這場不到三年的幣圈小白 也搭上川普勝選列車 不只比特幣屢創新高 年代也激利其他加密貨幣 像是以太幣就上漲超過百分之九 而狗狗幣更是大漲近百分之四十 而加大分支師就看好 比特幣年底前有望充上 十二點五萬美元 驚人水位 跌下來的進場的價位 大家可能可以看七萬 或者甚至六萬五這個價位 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因為以比特幣來說 它是每天漲幅可能可以達到四幾% 跌幅也可以達到四幾% 不過專家提醒加密貨幣大起大落 能夠遭到投資人一夜致富 但一不小心也有可能慘賠千萬 在川普就任前 雖然人有漲勢可以期待 但操作上仍得要留意風險 才喜歡注意力的富池 台北報導